人类曾经差点灭绝 通古斯大爆炸困扰了人类百年 直到2020年 这个世界未解之谜 终于有了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可的答案 1908年6月30日 对于居住在俄罗斯西伯利亚森林 通古斯河畔附近的居民们来说 绝对是难忘的一天 在当天早上7时15分左右 他们惊恐的看到太阳坠落了 一颗巨大的火球自天边落下 耀眼的强光令人难以指示 仿佛一下子从清晨来到了正午 还未等到当地的游牧民 缓过神来 一声如雷鸣般的巨响 占据了他们的整个世界 大地在摇晃 滚滚热浪扑面而来 爆炸带来的冲击 让当地的居民们根本来不及逃跑 只能匍匐在地 祈求着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幸运的是 这次灾难发生在少有人烟的区域 爆炸的中心地带 更是完全没有居民居住 可尽管如此 仍有不少在爆炸边缘地带的游牧民 因恐怖的巨响导致而磨撕裂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 本国国土内发生了如此恐怖的天灾 是一定要仔细调查的 然而当时的俄罗斯国内动荡不断 根本没有精力关心这些事情 只能暂时搁置 但这并不意味着通古四大爆炸就不被关注 这场爆炸被世界多个国家侦测到 包括欧亚大陆上的各个地震站 英国的气压自动记录仪 还有美国的两个天文台也观察到了这次爆炸 带来的异常现象 而抛开这些数据记录不谈 那整整数天滞留在天空中的暗红色光芒 和其他国家居民感受到大地的抖动 也做不了假 转眼时间近20年过去 在国内动荡平息后 当地政府终于想起了曾经发生过的这场爆炸 1927年苏联矿物学家库利克带队前往通古斯地区进行科考 这次考察是以调查陨石的名义开展的 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推论 从天而降的火球 剧烈的爆炸 撞击带来的冲击波 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如此 可当库利克真正到达通古斯区域后 他所见的一切 让他原本笃定的猜想被推翻了 1908年俄罗斯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通古斯大爆炸 但是由于时局动荡 直到1927年 苏联矿物学家库利克才带队前往通古斯地区进行科考 可当库利克真正到达通古斯区域后 他所见的一切 让他原本笃定的陨石撞击猜想被推翻了 在当地居民的口中 那次灾难无疑是天神降罪 居民昏睡不醒 动物毛发自然 身体发生畸变 更匪夷所思的是 当地居民还说 看到有人从爆炸中心走出来 在库利克团队真正到达爆炸的中心点后 这触目惊心的景象 让他们不由的呆住了 2000平方公里的树木 进阶被摧毁 化为焦炭 8000多万棵树木被冲击波推倒 古怪的是 当他们沿着树木倾倒的反方向前进后 看到爆炸中心的位置 树木竟然是直立完好的 举目望去 竟是焦土 爆炸中心 还有一个直径50多米的大坑 可出乎意料的是 库利克原本预想的陨石 却没有丝毫踪影 不甘心的他在附近绝力三尺 可仍旧没有找到陨石的残骸 这次科考最终只能草草收场 而后 科学界对爆炸原因的猜想 层出不穷 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后 美国一位科学家 则提出过一个假说 造成通古斯大爆炸的原因是核爆 但是很快 这个假说就得到了否认 原因很简单 有科学家测算了当初通古斯大爆炸的威力 得出的结论是大约相当于 10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 要知道通古斯大爆炸发生在1908年 如果真是核爆 那当时俄罗斯的科技水平 应该远远超过世界各国了 显然不太现实 后续又有科学家 根据通古斯大爆炸的威力 提出了反物质说 根据他们的说法 引发爆炸的应该是0.5克的铁和0.5克的反铁 在计算中 它们相撞就足以产生威力 远超广岛原子弹的爆炸 可在对通古斯大爆炸中心区域的检测中 又没有发现反物质说 最核心的伽码射线 因此这个推论也不成立 在这之后的诸多猜想开始变得魔幻了起来 有干脆归结于外星人的 有认为是黑洞的 还有的人认为是特斯拉研发的秘密武器 通过雷电引起了大爆炸 并且还拿出了一个极其巧合的证据 在爆炸发生前夕 特斯拉在图书馆 查找了人烟稀少的通古斯区域地理位置 但猜想终归是猜想 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答案 人类差点灭绝的真相是什么 虽然科学家对爆炸原因提出了多种猜想 但都因为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 被一一否决 而真正被大多数人认可的 还要数彗星撞击说 在前苏联科学院院士 彼得罗夫提出这一说法后 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讨论 他认为通古斯大爆炸 是由一颗雪团组成的彗星导致的 在此天空冲向地面时被蒸发殆尽 所以才没有找到任何残骸 在这一说法提出后 又有许多科学家为此增添了各种论据 使得它不断的完善 比如一位美国科学家 在实验中模拟了一块陨石 在近地空中爆炸后 树木倒塌的现象 正好出现了通古斯大爆炸中的情况 中间的树木没有倒塌 还有冲击波被扬起的尘埃反射日光 才导致了当初 接连几日天空中都亮如白昼的现象 至于当地居民口中的辐射现象 则是彗星中的一些碎片 含有放射性物质 但在2013年一次相似的 陨石高空爆炸事件后 这一推论也受到了否定 通过这起事件 科学家们计算出 如果是冰雪组成的陨石 是不可能在低空爆炸的 直到2020年 来自俄罗斯的一个研究团队 对通古斯大爆炸给出的解释 才算是给一切的猜想 盖棺定论 也是目前科学家们最认可的答案 1972年8月10日 美国犹他州有一颗陨石 在穿过大气层后 并没有直接砸向地面 而是在禁地处 引发了一场爆炸 随后像是打水漂一般 又飞了出去 这一事件给了研究团队灵感 有没有可能通古斯大爆炸 与美国这起陨石打水漂是相似的呢 按照这个假设 该团队进行了严密的计算 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造成通古斯大爆炸的 正是一颗铁质的小行星 它的直径约为200米 已与地平面11度的夹角 冲破了大气层降临地球 以20到25公里每秒的速度运动 最终它在通古斯河畔 距离地面10公里的低空 发生了爆炸 此时它的速度 仍足以摆脱地球的引力继续飞行 直到再次穿破大气层回到太空 而通古斯爆炸所遗留的 蝴蝶状渠月 也恰好符合这一猜想 这种猜想 也是目前绝大多数人认可的 但也不免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近地10公里 完全可以说是 擦着地球的头皮过去了 如果真的撞击地面 足以引发各种自然灾害 对于人类而言 可谓是密鼎之灾 在不知不觉中 人类就度过了一场灭亡危机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